固定重拍就是每一小节或者每一拍 就是第一拍的时候 通常这个第一拍就是固定重拍 第一拍是有强拍 然后后面跟一个弱拍或者低一点的重拍 小一点的重拍 强弱 韻律的就是叫韻律重拍是指这个音乐的 二分就是 就是 嗯 我先说这三个字 就是 两拍一小节 三拍一小节 四拍一小节的那种 强 强和四强或者强四强 就是四二拍的那种 就是三拍子的四三拍的那种 就是三拍子的四三拍的那种 强四强弱 强四强弱 四四拍的那种是强弱四强弱 一定要牽弱要求 或者立体大莺弱 带牠钻 弱弱 强弱 獅仲弱 强弱 强ck弱弱 强弱弱 因為他必須尊敬基本的構築 所以剛才看他們跳的時候 你看他晚嗎 他有基本的可能是基本的 他還在這個宣言 因為這個原理 如果我問現在 一個很勇敢的男孩 或是一個很勇敢的女孩 這個應該叫節奏方面 節奏是更準確的 節奏是有他特殊的語言 和運動的協調性能代表你的 以及在人 就是從你的情感 還有運動的協調性 都是通過節奏來體現的 比如說你這個舞者的動作 或者舞者的情感 但是呢 節奏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影響 在你的頭腦中 包括它會影響到你的觀察 你的想 就是你思考 節奏這個東西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它會影響到你的語言 所以它的韓文是一種公文 去控制動動 動動的動作 動動的動作 剛來感覺 你感覺大動作 而動作 而動作 有很多問題 都不放小的能力 包括 但在裡面會有節奏的節奏和節奏的節奏 如果您在這張圖上有一個節奏的節奏 例如,在右邊的節奏是一個節奏的節奏 在這個節奏上會叫TAP 對折折折8的節奏的節奏和節奏的節奏 這就是節奏的節奏 然後還有四分之奏到大約16分的節奏 所以同時在節奏十六分之奏 你會有些粗鋼骨的節奏 我們會叫Tung Wu 像是空間的前面 接著我們有不同的系統 我們的1,8加2,16 另一個方式會說 T,T,T 接著 16,8 T,T 接著我們1,1 1,8 1,8 2,T 我們叫T T 這會是1,8 1,8 我們叫T C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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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是T 我們用在音樂 我用在學校 而建議 與我在研究 每個獎 每個億 我們有裡面 聽到 可以 把老師 自己寫